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2月1号 今天美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这件大事将改变人类历史的未来 也会改变中国的未来 这件大事将会导致新一轮的全球国家的军备竞赛 也会让我们感受到民主国家和专制国家 最后的解决的方式 斗争的形式最后以暴力来结束 以战争来结束 这种可能性越来越大了 那么今天美国发生的大事 就是美国外交部长国务卿蓬佩奥 他宣布退出中程导弹协议 这个中程导弹协议已经有30年的历史 是美国和苏联当时在1987年签署的 当时的苏联总统戈巴乔夫 推行的是新思维外交 然后跟里根推出的是实力实现和平的外交政策 两个人共同签署了中程导弹协议 当时全世界为之称快 认为和平年代马上就会来临 这个中程导弹协议的最核心的内容 就是双方要把射程在500到5500公里的 中程导弹全部给销毁 这样一销毁之后 对各自国家的最大的威胁 就马上就会减少 这个条约签订之后 不仅是美国销毁 而且美国的盟国 德国 英国 波兰 就是欧洲的这些北约组织的国家 也都销毁了这些中程导弹 那么俄罗斯 还有以前的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乌克兰 白俄罗斯也都销毁了 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 这个中程导弹条约确实主宰了全世界的和平 没有显入在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当中 但是今天蓬佩奥宣布要退出这个条约 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到就是 蓬佩奥早在两个月前 就给俄罗斯已经警告 叫俄罗斯给他60天时间 必须要遵守这个条约 不遵守的话 那么我们就宣布退出 那今天他宣布正好就是60天 在这60天当中 俄罗斯根本没有遵守 那宣布就是说 还是暂停履行这个条约 再过两个月 那美国要正式的退出这个条约 这样的宣布呢 实际上表达了美国长久以来的一种担心 那美国为什么调出这个中程导弹条约呢 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呢 当然就是这个俄罗斯的背起这个条约 本来规定哪些导弹要销毁 不能制造 他偏要制造 而且布置在这个欧洲 威胁美国的盟国 威胁整个美国 所以他首先多次的撕毁这个条约 所以这个条约在俄罗斯前面没用 第二个呢 这个条约呢 本身呢 是中国和美国和俄罗斯签订的 那就是说 限制不了中国 伊朗北韩这些国家 所以这个协议呢 实际上已经是过时了 因为为什么 因为现在最大的核威胁是 来自北韩 来自中国 来自伊朗 它这个中程导弹条约呢 根本限制不了这些国家 第三个原因呢 就是如果美国退出这个美俄之间的 中程导弹协议的话 那么这样的话 美国就可以放手的 来发展中程导弹 一个是欧洲来重新布置 因为现在条约的限制 美国没有布置 但是俄罗斯它威胁欧洲的 中程导弹有很多 那如果退出这个条约呢 在欧洲呢 它可以重新布置 而且呢 它也可以不受中国的 这样一种扩张趋势的威胁 也相应的对中国的 中程导弹呢 提出它相应的 军备的力量的一个发展 所以说 它这个推出中程导弹协议呢 一方面是对付 俄罗斯的备心起义 另一方面 主要是对付 中共的军力的发展 尤其是在中程导弹方面发展 这些中程导弹呢 它可以打到 5500到6000公里 那这样的话 就是从中国的本土 完全可以打到美国 那这个中程导弹协议呢 根本约束不了这个中国 所以呢 退出这个协议 那美国呢 才能在这个协议 所之外呢 可以发展 它的导弹和防导弹的 这些设施来对付 中共军力的扩张 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协议呢 美国呢 现在是整停 那再过两个月呢 这个它已经彻底的推出了 这个已经成为必然的事实 因为前面两个月 那俄罗斯它没有任何的反悔 那后面的这两个月呢 它肯定也不会反悔 那只能 美国就永久的退出 俄罗斯的反应呢 包括他们的发言人呢 还有一些官方媒体啊 都对这个美国的退出啊 不屑一顾 甚至是反 反中相机啊 批评美国 所以可见呢 他们不会再履行 中程导弹协议 那然后这个中程导弹协议呢 由这个戈亚巴乔夫里 跟签订的这个协议呢 看来呢 受众真情 他的受众真情呢 就说明了 新一论的军备竞赛 就要开始 而且已经开始 主要还是在这个核武器 和导弹这个方面 各个国家呢 尤其是美国为首的 这些民主自由国家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法国 德国 他们可能要大力的发展 中程导弹 来对付俄罗斯 对付中国 伊朗 这些邪恶折心呢 这些国家发展起来的 这个导弹 所以说 这个民主国家 和专制国家的军备精彩呢 可以说现在彻底 拉开了帷幕 真的 听起来也是可怕 但是这是不得不做的 因为 人类的这种本性 人类的这种罪行 最后导致呢 不能不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本来人是这个文明的 有理性的 我们可以通过说服 通过谈判 通过交流 通过法律的手段 国际仲裁的方法 来解决国家之间的针端 这是文明理性的人 可以做到的 但是问题是 这些专制国家 都不是文明的 都没有理性 所以你不得不 拿着军事武装 军事力量 最后来摧毁它 所以说最好的办法呢 最后的办法呢 还是这个战争 还是这个武力 所以呢 在这一点上 像这个 美国安全顾问 这个波尔洞 是非常厉害的 他一直主张就是摧毁 北韩的核武器 他也很早就主张 退回这个中导条约 特别主张就是 美国要发展这个核武器 美国要对中国呢 在这个军事方面 一定要考虑如何来对抗它 所以说 推出这个协议呢 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那么另外一方面 我们看到就是 美国最新的 可能要动武的一个地方 就是委内瑞拉 今天最新的一个消息呢 就是美国副总统彭斯 已经到佛罗里达迈阿密 在那边召开了一个 关于委内瑞拉的一个会议 在会议上 他进行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演讲 里面提到就是 委内瑞拉的人民 起来应该退翻 马杜罗的独裁政权 美国人民跟你们在一块 美国政府跟你们在一块 所以他的这个演讲呢 实际上 在马杜罗看来 完全是煽动人民造反 就是邓小平看来 这是国际大气候 那再加上国内的小气候呢 那你马杜罗独特政权呢 很快就会摧毁 但现在马杜罗政权呢 有军方的一个支持 有中国和俄罗斯的撑腰 中国俄罗斯在 委内瑞拉有他的战略意义 在美国的后院呢 按了一个定时炸弹 所以他不会放弃 但是呢 现在根据 这个美国安全顾问 博尔棟啊 他发的推文 他认为80%的 委内瑞拉人 都认为 马杜罗是非法的总统 瓜伊朵是正统的一个总统 大家都用户瓜伊朵 但是瓜伊朵目前呢 没有这个军事武装的支持 瓜伊朵自己的亲人呢 昨天还受到 他们国家 安全部门的骚扰 这个美国政府也提出 严重的抗议 但是呢 军队里面呢 也有现在 酝酿着反对 马杜罗的力量 警察也酝酿着 反对的力量 因为整个国家呢 现在经济已经崩溃 人民 包括这些公务员 警察都吃不上饭 买个面包都 花个几万块钱 整个石油工人最富的 都是上不了班 或者是饿肚子 所以这个国家呢 现在崩溃呢 这是刹那剑的问题 只不过现在 他有军队的支撑 这些军队的要员呢 也就是长期受 中国俄罗斯 这些腐败的 给他们的喂养 所以他们的利益 是勾结在一块的 那现在最好的一个方法 实际上还是 里应外合 一方面人民的起义 另一方面 美国派军队 这个博外动 美国的鹰派中的鹰派 前几天 在这个记者会上 不小心把他的一个秘箭给泄露 这个秘箭上写了一句话 就是派五千师兵到哥伦比亚 那哥伦比亚是靠近这个 维努瑞拉 然后大家一看就好像明白 就通过这个哥伦比亚 然后再去进攻这个维努瑞拉 这种可能性 所以哥伦比亚当时就否认 他说他不同意美国 进入这个哥伦比亚的境队 但是呢我们想这个兵不厌仗 在这个军事方面呢 计划不能提前泄露 但是呢既然已经泄露了 那完全后面的实施的事 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在南美这块呢 美国也打了很多的仗 像格林纳达 巴拿马 很多的一些小型的战争 对美国来说是很简单的 这次这个副总统今天到 这个迈阿密到佛罗里达 那已经很靠近委员了 那个地方去 肯定是有一定的部署 我想呢很快 他们的军事力量会出现 出现的理由呢 一个是保护美国的侨民 再一个是保护这个合法的 总统瓜伊朵 瓜伊朵呢现在欧洲议会 整个欧盟呢都已经承认 这个瓜伊朵是合法总统 所以说美国美国的盟友 全世界几十个国家 已经认可 瓜伊朵是总统 所以军队出去保护他 这也是非常的合法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美国的派兵呢 也会在这个国际上比认可 所以很多的人民的起义 很多的这个政协之间的战争呢 政协之间的对抗 最后以军事力量来解决 这个是我们不能不做的一件事情 所以今天发生的这些事情呢 我们看到未来呢 可能是一个大动荡的一个时代 未来是一个不得不以武力 来解决专制政权 他干下的罪行的一个时代 像委员那肯定很快就会被摧毁 那么中国呢 他在这个南中国海上 他在新疆 他在西藏干下的这些坏事 他包括在这个台湾这些事情上的冲突 所以在这些事情上 最容易引发这个军事的冲突 一旦发生军事冲突呢 中共政权呢 对他魅亡的时间也很快了 所以呢 美国现在退出中岛条约 跟中国呢 进行这个军备的竞赛 这样的话 在整个军事实力上来压垮他 然后在某一个军事冲突的一个小的热点上 跟委员那肯定一样 发生一定的争端 然后用武力来对付中国政权 我想呢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反正今天呢 军备精神已经拉开了 中共政权呢 它可能就面临着 比军事打击 比军事摧毁的恶用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